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發表在臉新聞 作者叫彭sir 題目是生滑孤狼 解讀被澄釋的恐襲意識 內明這麼說 人類的心態很奇怪 在正常情況下 我們是有判斷是非的能力 在多年學習之中 我們多少會學會了倫理 區分是非黑白的基本道德 所以生活當中 有這些無形的枷鎖 能夠約束著我們所有行為 以致更容易在社會中生存 文明地守法 這個社會亦得以有秩序地運行 在七一日 一個五十多歲的兇徒 企圖謀殺警察 恨好那名守護香港人的警察 已經度過危險時期 而那名兇徒行兇之後 自己自殺身亡 事件之後 竟然在網絡上看到一篇 有一篇的文章 稱讚的行兇者 說吸口更加有人 拿白花去到兇手自殺的地方 悼念死者 我試從這件事分析一下 對警隊和市民的心態的影響 在警察方面 難得鬆弛了神經 突然間再次崩緊 很不容易度過了黑暴的一年半 剛剛放鬆一點 現在又要被重申 緊張起來 身心疲累 我們實在要好好支持警察 新一哥 必須有新的強硬手段 才能夠維持整個警隊的士氣 兇徒方面 大家試想一下 一個未經訓練的人 要去謀殺一個完全不相識的人 其實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 就算是一個軍人 開第一槍去殺敵 也需要突破很多心理的關卡 就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這些枷鎖是我們從小學習得來的 是文明社會的必要 而這個兇徒已經學習了五十多年了 他為何可以突然間出現這種缺口呢 這個肯定是拜某些媒體所賜 警方不是在他的書中找到一些證據嗎 證明他是蘋果日報的長期讀者 另外更加恐怖的是 有些人潛意識地被刻意地再重新reprogram 試想一下 殺一個跟你毫無關係的人 已經非常困難了 刺殺完畢之後逃走 若然走不了 用刀直插自己的心臟 這是多麼困難的行為 唯一能夠解釋就是 這一連串的動作是預先被編程了 他對死亡的態度也被重新編程了 超越了人類一貫的思維 這個程式已經刻在潛意識之中 行動時不用你去思想 全部自動化 有些人借著哀調 企圖粉飾這個恐怖活動 把兇圖說成是異事 所以很高興見到警方果斷執法 都想飄空 扔絲花在地的人士 還在網絡上搜證 而嚴禁擴散這類訊息 大家要知道 其實這不只是美化行為這麼簡單 而是有一個摧化的作用 如果我們不能夠在它禁住 在升升走之火之時 這個火種就會成為大頭作用 極度危險 要化解它 並不是只要把犯罪人 用法律制裁就夠 要在社會之中 異正嚴詞地說出它的錯誤 可能有人說 人死為大為借口 叫大家收聲 大家不要被騙 我相信 孤狼其實並不孤單的出現 而是有人刻意地製造出來 要深入找出這個編程者 我好同意阿鵬老師的看法 因為實際上要做出這種恐怖的事 不是容易的 我們人人都有一個道德水平 但很可惜我相信 在2019年的黑暴事件之中 很多人的道德水平已經完全被破壞了 一個基本的概念就是 己所不育 密施於人 完全被抹掉了 而他們可以對陌生人 行兇 整班人在一起 這些壽性行為 現在我們在2019年看到很多 在2019年時 為了即時解決目前的問題 所以 無法採取一些比較冷靜的手段 現在2019年過了 這種心態 相信在香港社會仍然有大量存在 現在我們一定要做好教化工作 讓大家重新明白 己所不育 密施於人 是我們人與人之間 互相相處的最基本原則 你喜歡做的事 你不應該強迫別人來做 你不喜歡做的事 你就不要對別人來做 很簡單的事 但很可惜 好像彭Sir所說的 這個五十幾歲的兇徒 很明顯地 他已經沒有了這個 基本的道德 最基本的基礎 可以行兇 殺一個完全不相識的人 而且事後還能夠自殘自死 這種程式 真是被人重新program了 我真的很希望 香港大眾要明白 這個不是一個正常現象 這個現象 一定要盡早撲滅 好